青年 姬老师 这个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我没事的 还有两分钟 你赶紧进去 真的没事 你快进去吧 好 还有三个小时 大家回去看看 可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起立了 佳老师 打完这篇点滴就可以回去了 佳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研讨会呢 取消了 取消了怎么可能不都开始发表了吗 场馆临时调查 那也不可能取消呀 推迟到明天 所以算是取消了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 我去缴费 打扰给他 还以为你为了我 错过了自己的大事 喂 七年你终于醒了 你刚才都急死我了 怎么突然就晕倒了呢 你怎么 幸好啊 季教授及时赶到 把你送到医院去了 说实话 我还是头一次 看他这么着急呢 七年 七年是你吗 说话呀 是我 你没事就好 不过呀 季教授这一次 完全错过了研讨会 你真是可惜了 可是研讨会不是 退迟了吗 怎么可能 大姐 你想一下 那些大牛们的行程 是可以随便改变的吗 季教授啊 特别匆忙 把那些研讨会 全给了系里 新来的一个讲师 这下可倒好 风头啊 全被那个讲师给出了 七年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 你好好休息啊 之后有空我来看你 拜拜 til相片 我们来看了吧 什么 咱们 咱们 oku dot k 宝宝 到空你 你 又 Și 对 拼 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了 他说对不起 是我拖累了你 我要是把备份 才多准备一份的话 知道了也好 没什么好道歉 可是研讨会 你发着高哨来拼命给我送用盘 你当时怎么想的 我想着我不能让你 错过这么重要的发表会 对 你做出了选择 是在家好好养病 还是拼命来帮我 你选了后者 那么我也一样 不过是做这个选择而已 没有人 所以你不用道歉 已经向我救命了很多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